好,我们看第六题 The height of a group of students in a school have a normal distribution with a mean of这个 Standard division是这个 So,在这一边 X is normally distributed 182,10的square Find the percentage of students that taller than 185 So,Property of X大过185 然后等于Property of Z大过185-182除10 所以它会变成Property of Z大过 这一个 5-2就3 3%就0.3 OK,0.3 So,我们在这一边 这一个是0.3 大过0.3 所以我在我的这个表 这一边0.3 是这一个 OK,So,0.3在这一边 所以0.3 是这一个 0.38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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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38.21% 然后接着呢 第二这一边 它说50%of the student have height between HE and HE 然后 value of HE and HE so that the range between HE and HE are smallest possible 这个呢 它其实是这样的 我是对称的 OK 在这边0 然后我的这个跟H1跟H2呢 它是对称的 然后我的这一个地方跟这个地方会是一样 所以我刚刚知道它这个50%的话呢 这样它这一个就 一减掉0.5 然后再来除二 所以它这个是0.25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知道我的property for x 大过H2 会是等于0.25 所以我的property object大过H2-182除10 等于0.25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的property object大过什么等于0.25啊 0.25 在这一边我们找0.25 0.25 0.25 是 这一个 呃 乘 0.25 OK 我在这边0.2514 OK 0.2514 所以它这个是0.67 25 要减掉14 我就减13哦 比较靠近的是这个 所以是0.67 是0.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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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的property of x小过H1等于0.25 然后在这一边property of z小过H1-182除10等于0.25 所以property of z小过-0.674等于0.25 ok 这一边因为它是小过的符号 小过0.5 所以它这个是negative value 所以在这一边呢 我们就可以拿到我的H2-182除10等于0.674 然后还有我的H1-182除10等于-0.674 所以我就可以找到我的H2 还有我可以找到我的那一个H1 好 来 所以在这一边我的H2呢 这个我乘上去再加过来 乘上去再加过来 所以它这个是10乘0.674加182 H1是10乘0.674加182 所以在这一边它这个是182加6.74 所以它这个拿到的是188.74 ok188.74 然后这一个呢 它拿到的是减 所以这一边减的情况之下呢 那这一个会是等于175.26 175.26 ok so我们要对称的情况之下 这两个的号码才会比较小 虽然讲我50%可以从这一边到前面50% 后面50%或者前面40%后面10% 但是最最最小的范围应该是25% 25% 正正中间的这样这一边的范围 所以这一个就是我的答案 就是H1是175.26 H2是188.74 好就是这样 这一题题目是讲它是50% 然后我们要自己知道它是中间的50% 不然这一题我们是做不到的 好接着B的这一题 它diameter of a golf ball produced by a factory is normally distributed so x is normally distributed 4 standard division是0.2 然后percentage of golf ball diameter more than 41 or less than 3.9 so在这一边它要的是 property of x 大过4.1 然后还有我要找那个property of x 小过3.9 所以它这一边这个是property of z 大过4.1-4除0.2 然后这个是property of z 小过3.9-4除0.2 所以我就有property of z 大过0.1除0.2 这个是0.5啊 然后这个是小过 negative 0.5 ok so 0.5 0.5的话呢是在这一边 ok 所以这个0.5是这个 好 所以是0.3085 0.3085 这个是0.3085 这个也是0.3085 ok so 我们可以知道它这个 是在小过 negative 0.5 这一边 然后这个是大过0.5 是这一边 所以我的这一个 呃 e的这一个呢 so property of x 大过4.1 or property of x 小过3.9的时候呢 会是等于0.3085 加0.3085 所以我在这一边 2乘0.3085 然后它会变成了0.617 0.617 好 0.617 然后题目要的是percentage 所以它是61.7% 2 他说mgolf ball is choose a random 然后diameter between 这一个是about 40 so我在这一边呢 我的这一个 呃 property of 那一个 x 是在3.95 跟4.15 之间 会是等于 property of z 在3.95 减 那个 min是多少啊 min是 4 然后减4 除0.2 然后4.15 5 然后减4 除0.2 ok 这个是3.95 5 然后propriety object 然后在这一边 这一个是3.95 减4 除0.25 除0.25 所以它是negative 0.25 negative 0.25 然后这一个是4.15 然后我拿到是0.75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是这样 0.75 和negative 0.25 之间 so 0.75呢 我在 这一边 我找0.75 so 我的那个0.75 在这一边 0.75 0.75 0.75 22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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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66 在这一边 这一个是0.2266 然后0.25的情况之下呢 它是在这一边 0.25 5 所以它这一个是0.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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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这一个呢 它会变成1-0.4013 再减掉0.2266 因为完整是1 然后我减掉这两个 所以它就1-0.4013 再减掉0.2266 所以我拿到的是0.3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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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边 这一个0.3721 是它的propriety 来的 然后我们就知道 它n 乘以0.3721 会是等于它的 400个人 所以我的n呢 所以我的n呢 会是等于400 除0.3721 所以我在这一边 400 除0.3721 然后拿到的是1075个 所以它的n 会是等于1075个 就是这样 我们知道n p是它的人数咯 这个是它propriety咯 这个是它propriety咯